刚过去过久的奥运会上 有这么的一幕感动了世人 男子跳高竞赛中最终脱颖而出的两名选手 一位是来自意大利的谭贝利 另一位是来自卡塔尔的巴尔西姆 两个人同在2.39英尺三跳失败 谭贝利还受了伤 裁判准备加赛时 巴尔西姆看着受伤的对手问 可以有两面金牌吗 裁判回答 只要你们两位都同意 巴尔西姆向坦贝利伸出邀请的手 坦贝利激动地赢了赏群 在女子担任羽球赛中 陈宇飞胜过戴资颖夺下金牌 前一天才被戴资颖打败的印度选手 新度 居然来到戴资颖面前 安慰说道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只是今天不是你的局 我都知道 被安慰的选手立刻像个小女孩一样哭了出来 这些奥运侧影 不仅让人感觉运动选手心里很健康 还让人感觉运动选手很善良 作家张晓峰曾说 年轻人如此充满魅力 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千万金银 也交换不到的宝贝 那个宝贝就是 尚未成定局的明天 尚未成定局的明天 怎样的教养 才能让一个年轻人 像上述几位奥运选手一样 他们的明天仍然充满竞争力 但他们今天的心态又远远超越胜负 台湾知名基督徒亲子作家米妈 曾写过一段女儿中学时期的义诗 令人拍手赞赏 那段时间女儿很认真准备单字比赛 从早上起床刷牙到睡觉前 无时无刻抱着单字书 练习咬字跟表情 而比赛日期很快就来到了 比赛过程也很快就结束了 米妈写道 当比赛结束 宣布成绩时 妈咪看到你 笑咪咪地跟Jasmine说恭喜 我知道那个恭喜是真心诚意 是发自你内心的肯定与赞许 但我也知道那个笑容很失落 带有一些压抑 所以当你直直跑过来抱着我肩膀 你的头不愿抬起 我知道你在哭泣 即便你担心着我的担心 直说没关系 你的贴心让妈咪有些揪心 但想到长大的你 懂事的你 肯定朋友能力的你 心里头满是开心 所有人都晓得 参加竞赛是为了提升自己 但竞赛之后能认知这一点的人 少知又少 不然竞赛选手彼此互相肯定的声音 就会响彻赛场了 父母究竟做对了哪些事 才能让孩子的心态超越忌妒 眼光超越胜夫呢 父母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 如果孩子做了错误选择 你会让他得到什么后果 第二 你可以做些什么 以帮助孩子做更多正确选择 第三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选择正确的战场 英国牧师夫妇 李立奇和李希拉 妮奇恩斯拉利 曾面对全球开设婚姻课程 与亲子课程 说到训练孩子独立与自律这个话题 他们夫妇提到 在孩子做出正确选择之后 父母应当给予描述式的赞美 将现在的选择与未来的好处结合 描述出画面 描述出画面来 是孩子能深深体会自己做出正确决定的愉悦感 而如果孩子做出错误选择 父母也有必要向他们描述实际的不良后果 但是呢 在这些冲突实战之前 符合教育学原则的是 父母有必要先选择正确的教养战场 比方说 孩子犯下不专心 说谎偷懒等典型错误的时候 可能不是他刻意明知故犯 而是管不住自己 那为什么管不住自己呢 多半是因为饥饿 焦虑 孤独或疲倦等 孩子此刻对长辈不礼貌 可能是因为对下个月大考的焦虑 已经蔓延全身 孩子总是钻进游戏里 可能是生活中能谈心的朋友太少 以至于必须仰爱游戏 消解寂寞 选择正确的战场 指导黄龙 才不会和孩子陷入长久的浅层恶性循环 选择正确的战场 指导黄龙 也才能早日让孩子进入深度自省的层次 但是 在选择正确战场之前 更符合教育学原则的是 父母要先管理好自己啊 一般来说 社会上常见到四种类型的父母 独裁型 放任型 忽略型 权柄型 一个四岁的孩子在游乐园 抢走了小朋友的球 这是一个错误选择 父母会怎么做呢 如果立刻吼叫 那就是独裁型 孩子较容易将个人选择权 完全交换给父母 如果校说 孩子太小 没什么大不了 那就偏向放任型 孩子很可能性格主动 敢做主 却考虑 却考虑不到旁人 常需要父母收拾烂摊子 如果连孩子抢走别人的球都不知道 那就是忽略型 孩子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只好听天由命 如果在发生冲突的双方亲子面前 将事件的前因后果 用孩子的语言整理清楚 然后问孩子现在该怎么做 引导孩子做出 将球亲手还回去的决定 那就接近权柄型父母了 权柄型的父母 尽力做到提供孩子 足够的尊重和安全感 以给旁人对等的尊重和安全感 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只有尽力的父母 世上也没有完美的教育 只有尽力 适性养财的教育 知名制作人 作家小野 成年后努力摆脱 幼年独裁型家庭 造成了心理问题 重新在自己的小家庭 建立了一个沟通良好的氛围 并经常与人分享 他在近期演讲时说道 我有将自己过好 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 让孩子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这就是身为家长 留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所以 怎样的教养 才能让一个年轻人 像那几位奥运选手一样 虽然明天仍然充满竞争力 今天的心态 却能远远超越胜负 从父母自身开始 这年书二十二章六节就这么说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